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恋成归来》一雪前世 球没白拍 1成1 3是4 公序 正确 中和一军 他就操作汉字史上最奇葩选手 生活经验王张康乐 我就根据我的生活经验来看 康乐直觉敏怨 分析力爆棚 拿下一局胜利 我觉得出生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事情吧 真的是靠生活经验 选1 正确 可能我家又得买一支球了 直面本轮隐藏强者 单挑王 喜锐 一个直觉精准 一个单挑无敌 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这里是由作业帮直播客独家冠名播出的神奇的汉字第二季 名师有大招解题更高效 作业帮累积用户超8亿 很高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 两边是我们的新生举剑官陈学东 大家非常熟悉的专家老师利波老师 王磊老师 本场的最后一次对决是康乐对习锐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题 戏曲脸谱 凭借色彩与线条 塑造人物的性格特质 请问一下哪个脸谱与象征人物对应正确 两位做好准备 请抢答 好 来 康乐 颜色越丰富 我觉得会越好吧 然后我就是勇士我看起来就是比较舒服的一个颜色 我就是 等等 三这个白脸 白脸我觉得看起来有点也挺坏的 我选 我还是选四吧 四勇士 因为我看那些战士他们会画的脸上就是 朋友们 康乐的答题方式呢就是 先抢再说 抢完了之后聊聊闲天 然后随缘 弄完了之后呢他比我们的更好奇是不是对 那他到底是不是对的呢 四勇士 回答 正确 正确 他在语音没出来之前他是 正确 我解释一下不要不然画这个题很多观众看完之后 我不能指望每个观众都靠本能吧 对不起对不起 这个这是我的问题 对你其实猜的对 这个绿色可能是表这个勇敢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下第三个那不是白脸 如果是坚持的白脸是纯白的 而且最重要是鼻子中间是白的 那个画的是包公啊 对吧你不能把包公归为坚 黑白分明 对 你看他能接着聊这个挺贴的 然后第一个呢 金色的其实是很罕见的一种 它指的是神圣 然后蓝色呢 指的是那种刚强和坚毅的意思 所以说绿色确实是指勇敢 我觉得你的本能再次发挥了作用 好了 我建议你去听一首歌 叫脸谱歌 蓝脸的斗尔敦 盗鱼马 红脸的观公 站什么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站长沙 那你就理解了 来下一题请看题 此题为视频题 真的吗 出家人不打狂语 合上我说的句句属实呀 请问古装片里僧人经常说 出家人不打狂语 请正确写出狂字 好 两位请写 手放抢到机上 来 请抢到 好 来 席锐 我们看一下席锐的答案 言字旁加一个狂字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祝贺 尝尝比分一比一 何老师能看一下康乐的吗 这我写出来了 你是对的是吗 对 我对的 这个是我 是信心满满的一道题目 觉得你是不是一个被低估的汉字心声 有点 所以我觉得这道题本来我想证明的 但是我就是这个时候反而我没跟上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他有一种我居然也对了点 真的好棒棒 好公主 他对的 真是好棒棒 所有的汉字心声都在为他鼓掌 下一题 来 两位 请下一题 画梅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见小吃 请问一下哪个选项是画梅名字的由来 一 画市家族首先贩卖 二 需要将青梅熬化成糖 三 明朝画州的特产小吃 四 古代说书先生的零食 请抢答 来 康乐 我觉得就是我的生活经验 就是我平时自己在上课会偷吃零食 不是 就是下课的时候自己会吃零食 其实我是一个很嘴里很干的人 我觉得吃画梅会让我有 就是嘴巴里会分泌唾液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古代说书的先生 他们巴拉巴拉讲一大堆 肯定会口渴 会渴吧 他们会不会是自己去打水喝 所以会很麻烦 就吃画梅能达到一样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四会比较恰当一点 因为我其他的我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 靠生活经验 真的是靠生活经验 对 我选四 选四 是吗 好 习悦 如果你抢到了 你会打几 我也觉得应该是四吧 因为画梅有身经止渴之效 就很容易用在说书先生当中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这个肯定 这个肯定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能力 就是我可以把我生活上的经验 用在这个知识上面 对 就用在这个知识上面 对啊 这个啊 他有一个知识点 不是他说话说得多口渴吃话梅 是因为说书先生说的那个书是什么呢 叫画本小说 所以叫画梅 画指着画本的意思 那你有发现利波老师 就是现在对康乐已经换态度了 直接上来解释 不再问你知道为什么 我怕怕自己肉进去 下一题 习瑞加油 来 我给习瑞 好了 我们看下一题 学多鸡汤文被挂上某某名言 很多是捏造或误传的 请问下链名言中哪一句不是孔子说过的 一 朽木不可刁也 二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三 昭文道 悉死可以 四 父母在 不远游 我的答案是第二个 这道题呢 比较简单 很多鸡汤文都会犯错误 朽木不可刁也 出自的是论语的公也长 说的是载语就寝的时候 孔子骂他 说粪土之强不可污也 后半句 那 昭文道 稀可死 和父母在不远游 全部出自于论语的李仁篇 第二个呢 应该是出自左传 应该讲的那个故事是禁灵宫 然后非常的凶暴 然后他的大臣施济就劝说他 说人非圣贤 熟伦无过 过而能改呢 善莫大焉 所以这个题很明显 二是不会出自孔子所说的 好 我们看一下二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刚才那个习瑞讲完 我就觉得我们节目 又是前两个星期的那种味道 终于回来了 拉回正轨的意思是吗 他就是那种威威道来的 我每一个我都可以说出 他的背后的点故 场上比分 二比二评朋友们 又来到了紧张的赛点 康乐和习瑞他们俩 到底谁会成为 这一场最后的获胜者 就看这一题了 两位做好准备 来 请看题 请根据读音 从多到少给下列字排序 就是每个字都是多音字 那谁的读音最多 怎么排序 来 做好准备 两位 请抢答 好 来 锡尾 第一个字两个读音 语言 做名词 欲 告诉 动词 两个读音 第二个词是一个语气词 应该都可以 所以是四个声音都有 说的话有三个读音 可以读说 说是说服 睡是游睡 它还可以通那个乐 叫友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最后一个应该只有一个读音 就是友谊第九天长 读第四声 这个题的排序应该是 二 三 一 四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正确 好 祝贺习瑞 同时我们也要把掌声 给我们的康乐 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他是一个非常有特质 有个性的汉字新生 希望可以继续看到你的表现 好 现在我们请习瑞做到一号位 你将成为第三场的首发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的汉字新生登场 王亦为 伦敦大学人类学硕士 亦为今天好美 大家好 我是熬夜加班 六十个小时不睡觉 但是依然不脱发的王亦为 彭于浩 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言专业 大肆在读 我还蛮期待彭于浩 如果碰上喜瑞的话会怎么样 大家好 我是总爱在生活中 插入电视动物广告的 带货男孩彭于浩 带货 李超凡 山西历史博物馆 大学生讲解对对手 大家好 我是整个假期都在各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趴活的李超凡 刚才有哪个介绍让你印象深刻 脱发问题 东东你应该没有这个困扰吧 我没有这个困扰 但是熬夜六十个小时 熬六十个小时 就是 那等于是快三天了我 对啊 加班 你是中间从来不睡觉吗 对中间完全没有睡觉 连续的六十个小时 天呐 是敢课题吗 还是干嘛 不是 就是年轻不懂事 我也是做媒体相关工作的 就是剪片子跟拍摄 然后在十八岁的时候 创下了一个四十小时不睡觉的记录 又在二十岁创下了一个六十小时不睡觉的记录 所以就像上一次见到东东老师 东东老师说的 岁月没有在我的头发上留下痕迹 但在脸上留下了痕迹 但是真的我跟你说 小时候熬的夜大了都会还回来的 对对对 你不要再恐吓他了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呼吁大家还是健康作息 毛囊总归会掉光的 我原来也不觉得我会有这种困扰 后来慢慢地有发现 现在居然发际线也成为我的困扰 没有吧 我其实是正常还好 但是就是如果对比的话 年轻的时候会低一点 但不重要 不重要 我反正也不是靠发机械 就把假发片拿掉就 没有假发片 没有假发片 余昊刚才说他是带货男孩 没有 但是因为我说我要来湖南台录节目 我家里的朋友都说 你明明是去快乐购吧 你怎么会来湖南台 因为我平时不管在生活当中 我小到跟家人去菜市场买菜 去那个超市里面买水 甚至大到我跟他们推荐 说我是真的来录神奇的汉字 我整个人都是会迅速调到 快乐购的频道上 电视购物的广告一样 来介绍我们这个东西非常好 怎么怎么样的 像一个做直播的人 他们会觉得我很有那个洗脑的能力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看到答题不觉得他是这种 会去到处给人种草的这种性格 会耶 他不是 他不是 我记得他的那个是操着 导演的自传人 对 怎么现在变卖货的 那你最近给别人顺利的 种草的东西是什么 我种草到导演组 什么东西 就是导演组常常熬夜皮肤不太好 我给他们推荐一些 大夫可能会开的药膏 然后导演组纷纷地 就给我留那个照片 你快告诉我那个什么药膏 你快告诉我 你在卖药啊 真的慢慢地了解他们越来越可爱了 超凡刚刚说在假期里面去各大 历史文物单位趴活 我想问一下 这合法吗 我是真的趴在那里干活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 我们会趴在古建筑的那个 量价上面 屋脊上面 去做一些我们相关的 勘测呀 记录这样的工作 像大一去了敦煌 大二在山西河南河北北京 大三暑假就去了故宫博物院 幸福 我们当时做的工作就是 对故宫东侧的一个院落 进行了一个就是勘测记录 当时我们说 为什么会对他们 要进行这么详细的记录 每一片瓦 它的残损状况 我们都要记录 老师他说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 当如果如果 万一某一天 这个建筑它没了的话 按照你们现在 保存下来的图纸 我们能够就是复原出 一个一模一样的 给我们的后代来看 但我是不希望 我们的图纸 会有用到的那一天 真好真好 那今天我们徐瑞 要做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了 刚才你是非常让我们惊喜的 赢了一个很难赢的对手 确实 现在又赢来了三个非常有经验 而且很有实力的对手 那四个人我觉得就会很好看 你现在要在他们三个当中 选一个一对一 要不就女士优先选王一伟吧 女士优先先顺序来 对 我觉得会选四号内哥哥 首先我肯定不会挑彭玉浩 因为他是我的师弟 粉饰同根深相间何太极 所以我会顺着另外两位挑 那我想小姐姐在场上先多留一下 我先挑李超帆同学 好 超帆做好准备 怎么样 刚趴完活现在开始要作战了 什么样的心情 很紧张 但是我刚才有觉得康乐的那个状态 是很可爱的 就无论对错 什么叫无论对错 很可爱 所以说我这一次是准备走她的这个路线 复制别人的人设 好 我们看第一题 很多烹饪词汇里都含有水字 请问下图哪个是窜丸子 哪个是吞丸子 哪个是吞丸子 我正好比较喜欢吃丸子 这两个词我们都还用过 通过字形可以推理出来 你看窜丸子是入水 所以要放到水里面 所以它是煮丸子 所以图二是窜丸子 那吞丸子是人在水面上 一般你炸丸子的时候 丸子会浮起来 所以图一是吞丸子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正确 好 祝贺 看出了不同 一个是入 一个是人 对 我看了很久 这两个字不都一样的字 怎么读音差那么大 以为是多音字是吧 好 祝贺席瑞1比0 那么长凡要注意加油了 来 下一题 下图是玉的小转字形 请问图中飙红的部分 描述了什么场景 一 两个玉族押戒犯人 二 两位素师公堂辩论 三 两只狗打架 四 两只狗看守犯人 我感觉好像很像那种 就是它两个人拿着东西 然后把中间的这个 倒着的这个人 给挑走的感觉 我觉得是一 两位最好准备 请抢打 好 抢牌来 我要开始复制人设了 我是觉得它红色的这个部分 它其实就这个狗的形象 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我会在三和四里面选 然后它对于三这个字来说 两只狗打架和欲没有关系 所以我猜是四 两只狗在看守犯人 好 人设复制是否成功 请看 回答 错误 我以为我本来也选的是第四个 我觉得康乐那个招数很管用 你们不要再 就帮我了 他压力很大 他一个人要背负起神情的暗字的做题思路 四 四不对 那我会选择的是 是三吧 因为我觉得欲这个字本身就是反犬加犬 所以应该是两只狗 它如果帮我排除掉另外一个错误选项 那我觉得还是要在两只狗里面选 所以我的答案是C 三 三 好 康乐你点头或摇头 你觉得三两只狗打架对吗 在拿起话筒 拿起话筒 拿起话筒 哪个是对的 我觉得 是一 一 好 现在三到底是不是正确呢 来 请看 回答 正确 这个既然有两只狗了 一定和两只狗有关 是的 对吧 说文解字里头已经说了 从而去 那么两只狗打架 为什么是欲呢 因为两只狗 它说的不是打架 是吵架的状态 叫 彼此汪汪汪的叫 这叫欲者送也 送就是互相吵的那个状态 所以欲是两只狗吵架的状态 我觉得其实超凡的思路是对的 可惜在二选一的时候 没有那个运气 我觉得超凡是这样想 他是想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但没想到走了别人的路 自己反而没有路可以走了 给别人排除了一条错路 对 本来如果是习瑞抢到的话 有可能你就能对了 所以有的时候手速 不是一切的关键 但目前是2比0 我们也请超凡要加油了 来 请看下一题 川既有水的含义 又有地的含义 请问四川的由来是什么 一 四个地区 二 四座山 三 四条山谷 四 四条路 所以考你了 你的家乡 但是我分析 我觉得应该是2和3 我觉得应该是四条山谷 两位做好准备 请抢答 好 超凡 川这个字它和水的关系很大 所以我开始一直认为 四川有四条大河 但后来我有特意去 就是查过这个四川 那好像是和宋真宗有关系 在宋真宗的时候 他把当时的这个行政区域 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划分 然后把这个八属境内 分成了一周路 还有利周路 还有 反正还有两个周路 你刚刚那一刻 真的有点像康乐 但如果到这儿 其实我按照刚才的人设 我就应该选四了 因为我已经说了四条路了 但是这个路它其实不是这个路 它路指的是地区 所以说它应该是四个地区 四个地区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好 祝贺 另外两个是奎州路和紫州路 川闪四路 这个路是宋代的行政区画 唐代的时候叫道 然后后来到元朝的时候改成省的时候 就直接取了这个四川这个名字 但曹凡一开始说四川有四条大河 哪四条大河 嘉陵江 还有呢 快四川人 四川人快救救我 还有四川人救救我 问题是他是操着广东口音的四川人 所以他也不清楚 我不清楚 我不清楚 四川我告诉你 有1419条河 流域面积超过500平方公里的是345条 流域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是22条大河 所以四川叫千川之谷 不是四条河 千川 千川 好 那这1000条川分别叫什么 来 超凡 好了 超凡 现在追上一分 现在场上比分2比1 现在继续比赛 下一题 铁木针的尊称为成吉思汗 其中汗指克汗 表示部落首领 那么成吉思指的是 1 草原 2 天空 3 大海 4 老鹰 两位做好准备 请抢答 好 超凡 这道题就是因为成吉思汗 确实我们很有名 每个人都知道 然后成吉思汗这个成吉思 它其实是指大海的意思 是指囊括万物的这样一个寓意 所以成吉思汗的这个意思是3 大海 对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正确 祝贺 2比2平 来到了赛点 现在徐瑞跟超凡 到底谁能够留下来 我们看最后一题 来 两位请看题 西游记中的官职 大多沿用自明朝官制 但孙悟空当过的毕马温 却不在其中 请问毕马温的本意是什么 一 保障马厩里的温暖环境 二 避免战马得病死亡 三 训练战马的躲避技能 四 辅佐养马官的工作 两位最后准备 请抢答 来 西游 这是一个典型的谐音梗 其实毕马温的官职是东汉的 就是避免马得瘟疫 所以他就是避免战马得病死亡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好 祝贺 开始2比0 但是我们超凡非常有实力 追上2分 最后呢3比2 西败 好不好 西败 然后我们请超凡时间休息 加油 回来了 你看都是那个3比2 3比2的下 对 今天很精彩 很精彩 就有赛一点 对 你要不要买篮球 要买 现在就是神奇的男子篮球队 神奇篮球 神奇篮球 下面西瑞 要选谁 我说了那个 要把彭于昊留在最后 所以要选一维姐姐 我是个过程 你要赢了它就不是过程了 两位做好准备 来 请看第一题 请问下列哪个词语 并非点出国外 而是自古就有的 一 物语 二 谈判 三 圣诞 四 干部 请抢当 来 西瑞 其实在我们现代汉语里面有非常多的外来词 然后呢 物语 谈判和干部都是典型的日本的词 那个物语就是日本文学的一种形式嘛 最早还有那个原式物语 子事部的 那第三个选项 圣诞 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是基督教的概念 但是其实它还有一个概念 是在古书里面有记载 是皇帝的诞辰 一般我们仍然也会说它是圣诞 所以我的答案是第三个 圣诞肯定不是吧 看起来最不可思议的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 正确 好 祝贺席位拿下第一分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是哪位皇帝把自己的生日 定成了圣诞 我有点记不得 如果我猜的话 我就猜秦始皇吧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 最勤政的皇帝之一 他对于休息这件事 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实际上呢 是一个中国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皇帝 就是唐玄宗 因为唐代的时候开始呢 官员还有百姓的假期 就变得很多了 那么唐玄宗是第一个 把自己的生日定为 全国性的一个假日的一个皇帝 上微博参与 神奇的汉字节目讨论 边看边聊 一起来解读 汉字的神奇与魅力 请大家期待 下期选手的精彩表现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可以下载 作业帮直播客APP 参与神奇挑战赛活动 你就有机会参与节目录制 我们下期再见 看出全你了千年不出青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